相信每个小孩都喜欢玩玩具 可这个女孩却发誓再也不会碰 因为她刚买的别墅玩具 里边竟然闹鬼了 不仅把所有玩偶都杀掉 还差点跑出来杀真人 女孩上日这天 父母送给她一个别墅模型 女孩开心的把三个玩偶放了进去 让他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可等到第二天女孩打开别墅时 里边的玩偶却变动了位置 他们神情紧张 好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另一旁的男孩也捂着被子 像极了害怕时的你 女孩很疑惑呀 玩偶怎么会自己动呢 她又看样客厅 发现旺财正警惕地注视着前方 女孩朝着旺财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客厅里多出了一个恐怖的人头 女孩很好奇 她伸手摸了下人头 上面竟然真的有血 这时父母喊得出去散步 等女孩再次回来时 玩偶夫妻已经来到了楼梯口 他们正表情严肃地望着沙发上的人头 而保护主人的旺财 不知因何原因被关在了门外 等女孩再次看样客厅时 玩偶夫妻又移动了位置 而沙发上的人头也不见踪影 女孩赶来到另一面查看 却发现人头出现在了男孩床上 女孩被吓坏了 她现在十分肯定 这一间别墅闹鬼了 为了保护玩偶一家 女孩去玩具店买了个警察 她把警察也放进了别墅 可等她吃个饭的功夫 玩偶一家竟然都来到了阁楼前 女孩急忙打开阁楼 发现警察似乎在寻找什么 这时父亲让女孩赶紧睡觉 女孩正好随便应付了几句 等父亲走后 女孩赶紧看样阁楼 可这时阁楼里已经一片狼藉 而新来的警察也被砍了头 玩偶一家脸上写满了惊慌 老爹为了保护妻儿 更是拿起了枪 看到这一幕 女孩开始拿着手电筒 四处寻找 但没想到 人头已经钻到了卫生间的镜子上 第二天女孩再次来到玩具店 她本想买个能捉腰的道士 但老板却说 她这儿没有 我那女孩只能买了一个印第安人 因为他们也会一些捉鬼的仪式 回到家 女孩就把她放进了别墅 这时母亲来喊的去看电视 可女孩却没有半点心思 她现在只关心别墅里的玩偶 趁着父母熟睡后 女孩又悄悄来到了别墅前 新来的印第安人 正在四处寻找人头 然而这时 女孩的手电筒莫名闪烁了几下 等到再抬头时 印第安人竟然探出了窗外 玩偶一家也站在一旁吃瓜 女孩以为她发现了什么 跟着来到别墅的另一侧 可怜她没想到的是 印第安人已经被砍了头 女孩急忙跑回客厅 却看到人头正在玩偶一家的身后 女孩被吓得大声尖叫 母亲急忙上来查看情况 为了不让别墅的秘密被发现 女孩只好谎称自己做了个噩梦 等母亲走后 女孩再次来到别墅前 可这时玩偶夫妇已经被杀害 他们的死状跟之前的玩偶一模一样 而那颗人头更是跑到了男孩身上 女孩见状生气的拧下人头扔了出去 女孩本来好好睡一觉 但转头一想 这人头怎么能扔在自己的房间呢 于是女孩开始在床底四处翻找 可没有想到 人头竟然变成了真人般的大小 女孩被吓坏了 她赶紧把人头又塞回了别墅 第二天一早 女孩就让父母把别墅送人 父母以为女孩 呵 长大了 满眼都是欣慰 他们把别墅送给了邻居老太太 当三人走后 老太太忍不住看了一眼 如果你也遇到这种恐怖别墅 你会用什么玩偶对付它呢